一部大客機發出巨大聲響 飛越恆春鎮上空 民宅鐵皮屋頂又肉眼看 比水塔還高一點點 一度還以為飛機要迫降 這麼大型的飛機出現在恆春上方 距離地面好近好近 環境部發新聞稿澄清 這是隸屬於美國太空總署 NASA的飛機飛得這麼低 是因為要監測空氣品質 15號總共有兩部飛機 其中大家看到的地空飛機 是菲律賓起飛 在南部屏東機場到彰化雲林間 不斷來回繞行搜集資料 立台則是接著從菲律賓起飛 到韓國途中 在台灣南部繞行 最後從花蓮出海 在我們這邊並沒有落地 接著檢測相關的空品 跟相關的污染的資料 許多民眾拍下畫面 都能看到飛機下方輪子已經放下 十分接近機場跑道 才引發是否要迫降的討論 其實這是太靠近地面 基於航空安全考量 軍事專家也指出 要對台灣軍武裝備有信心 環境部與各部會 學者單位啟動高頻3D空品實驗 美國NASA科研飛機參與 不單是國際盛世 宛如沖廠般的低空飛行 更讓航空迷大呼過癮 三新聞綜合報導